HELLO,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我們今天來玩一款新出的遊戲叫做The Tenants 中文翻譯是隔壁的訪客 那這個遊戲啊,它是一個結合了蓋房、布置設計、還有模擬經理遊戲 那你們之前有人說想要看我玩呢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看起來好像蠻好玩的 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那這個是我第一次進遊戲啊 第一次 好,來吧,馬上來開始 這什麼,喔,不同的存檔嗎 所以我們只能有五個存檔喔 喔,可以選擇頭像啊,天啊 這也太可愛了吧 有一種十年前的FB社交遊戲的感覺啊,有沒有 好,我們選這個好了,因為我覺得這個頭像還蠻可愛的 有一種看得讓人心情好的感覺啊 好,選這樣喔 然後名字就叫做Catherine 好,來吧,開始 那對了,希望大家喜歡看我玩新遊戲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我給我很大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支持 就是,這怎樣 還可以開趴喔,是這樣嗎 對了,你們應該有聽我說過吧 就是我時常開玩笑說 我的夢想職業,是開停車場啊 當包租婆這類的 因為我覺得啊,就是 坐在那裡就有錢進來,真的很棒啊 是不是 所以現在,我們來到一個 包租婆了 怎麼樣,這是誰 我們也爺嗎 嘿,嗨 嗨 歡迎來到Wondersville 目前我們沒有曉得 上外營運危機啊 可是總體上是個非常 我來不及看了 我來不及看了 我們會解鎖其他區域 好來 這字可以大一點嗎 好小啊 那麼,要不要著手開始呢 所以我們是從一區一區開始玩 是吧 它這字體好小喔 可以調大一點嗎 因為我應該跟你們說過吧 我的螢幕其實離我很遠啊 好吧,很可惜 無法調自己大小 所以我只好把螢幕拉近一點 好來吧 嗚 欸你來啦,恭喜你 有人之前在這裡 迷過路啊 這條路可以迷路啊 算了吧 看一下你的手機 最好快點接受它 否則 別人會把它拿走 欸你哪位啊 不自我介紹一下嗎 任務 Sesame Street 芝麻街啊 呃,思德旺阿伯 我需要一個人 嗯嗯 處理我的老拖車 然後變成一個 還能居住的地方 我來幫你吧阿伯 是你吧 是你吧 思德旺阿伯 要裝了 好,所以我們點這裡 我還要帶我們前往它的拖車 然後往下 要怎麼旋轉移動 它的移動的方式啊 跟SIMS是相反的 所以要稍微適應一下啊 開始打掃整理 嗚 OK啦 我在裡面 看這地方到處是垃圾啊 我先處理一件事情怎麼樣 我知道你不喜歡 讓你的手 骯髒 他來幫我們做啊 這怎麼好意思 我們操控他 來吧 哈哈 有點好笑 可以把牆壁弄下來嗎 好,來 這個清理 可以把牆壁一半先弄下來嗎 有沒有這個選項 目前沒有看到 好,這一坨 麻煩你幫忙清一下 OK 修復或丟氣阿 我幫他換個新的好了 丟氣還有錢的 然後這個 修復機率百分之百 那我們直接收好了 就不用花錢了 對吧 然後這個呢 修復機率74% 我覺得他其實 衛浴的乾淨程度很重要 所以我幫他換個新的衛浴好了 我們錢多少 我們預算有1萬塊耶 那接下來OK對吧 左下照有他的預算 是不是幫人家 裝潢風姿感覺嗎 超有趣的 然後這裡 這地方 強項圖回你 我把這個縫塗起來 哼 補一下 然後我們就叫他出去 這樣好嗎 按一下房子 進入裝修模式 開始裝修 裝修的時候 會讓遊戲的時間變得慢一些 不能暫停嗎 所以能專心工作 畫面的左上角可以看到 藍色數字 顯示任務剩下的預算 嗯,好知道 哇,這個介面 有沒有很懷念的感覺阿 這介面長得超像魔影市民三代的 有點像阿 這種藍色系的主題 使用畫面底部的菜單 取得不同的裝修功能 其中一部分還不能選 因為還沒有解鎖對吧 然後 按下最後一個標籤的離開 回到遊戲裡 好,知道了 我們開始說第一版的話題吧 看一下右邊的需求單 這邊有他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先按照客戶的要求去設計 他說到合成地戰就是地毯是吧 OK點一下 結果就是分類了 原來如此 這個是伯伯嘛 我們幫我選一個比較穩重的顏色好了 這個如何 可是我覺得阿伯伯的生活當中需要點歡樂 給他來個比較 歡樂的顏色好了 阿對我們可以交錯耶 這樣好看嗎 這個是地毯,真假的 這樣怎麼樣伯伯,喜歡嗎 這樣子 我感覺還不錯耶 然後說牆壁要想要綠色的 好,知道了 他要綠色的牆壁 這款如何 這個好看嗎 這個我感覺可以搭配這裡 我還不太習慣他的操控阿 我們用這個比較穩重的搭配 這應該算是 欸等一下我突然發現 這裡是入口耶 然後這裡才是 才是裡面的 好沒有關係 他想要綠色的嘛 所以這裡 也要來綠色的 哇,就伯伯的房子好歡樂阿 要什麼家具 淋浴間 我們不能幫他隔間嗎 他一定要這個樣子嗎 不能幫照理隔開嗎 我這邊好一片沒有塗到耶 還有沒有那個滴管阿 好,我們現在處理廚房的部分好了 廚房他要微波爐 然後冰箱已經有了 移動 放到這裡 這個窗戶可以移動嗎 好不行 微波爐我們幫他放在這個 台子上好了 好,知道了 微波爐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顏色 搭配一套 這樣子他廁所要擺哪裡阿 他不用床嗎 看來他不需要床耶 這麼厲害 可是我想幫他買個床耶 用我們錢其實還夠嗎 這個怎麼樣 這感覺還不錯 這樣子 放在這裡 給他當他的床 所以這裡當他的臥室 那這樣臥室的地板我想換一下 好,幫我換這一款好了 這款感覺比較舒服阿 這樣子 就當他的臥室 然後再來他用馬桶跟衛生紙 好,我看一下馬桶要放哪裡阿 我想跟這個廚房稍微隔開一下耶 馬桶給他來一個高級馬桶好了 反正他錢還蠻多的 我發現馬桶不能自由旋轉耶 他自動旋轉的 好吧,那馬桶我們放...放哪裡阿 我不太想放這裡 好吧,暫時這樣 然後給他來個衛生紙 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他去個淋浴間 這個感覺蠻高級的 這個呢,這個也不錯 要不然這樣子好了阿 我感覺阿 就是他的廚房稍微換位子了 可惜門不能換位子阿 喔,這個也是淋浴間耶 太酷了吧 木頭搭乘的淋浴間 好,我們要用這一款好了 可惜他好像沒有別的顏色阿 他顏色只有一款 沒有關係 啊,我先把那個移開喔 這個放到這裡好了 然後再來淋浴間 放...這裡 然後馬桶就可以過來這裡了 對吧 雖然就不是很理想 可是比放在... 比放在床旁邊好吧 我們來追沙發跟電視耶 哇,這個伯伯好奢侈 這款沙發也不錯阿 已經暫時放著 然後電視... 嗚,這個電視... 壁掛式電視,超高級的 電視幫他放在...這裡 怎麼樣 可以偷偷偷偷偷偷看電視 呵 這樣我們完成了 真的耶 房間,1號,1班 呵 然後呢,可以交付任務嗎? 怎麼樣 哇,他說 你已經完成第一個任務 我有個小驚喜啊 你的阿姨就是我的妻子 所以她是我們的阿姨的老公 這樣是誰 這樣是一帳的概念嗎 我覺得她十分適合你開始包租職業生涯 不過是防止刷點工作才能夠適合出租 好 知道了 我們下來接電 喔 有人家裡接電耶 這麼方便 我們還有評分耶 剛剛阿伯幫我們評分 他評分多少 他說 或許第一眼看沒那麼明顯 但是Catherine知道怎麼好好的裝修是OK的 偏好家具一顆星 所以我沒有選到她喜歡的家具啊 那就我幫她買了全部需要的家具 然後地板她也不怎麼喜歡 牆壁還可以 裝飾不怎麼樣 第一個印象 四顆星 太好笑了 所以代表說啊 我們除了她要求的東西之外 我們還可以提供更多的東西耶 是吧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這樣我們接不同任務喔 看一下 要什麼任務 第一個是設計臥室的 第二個設計廚房的 我們第一個設計臥室的好了 是的 接受了 這樣就好了嗎 噢 會帶我們去這個地方 所以目前我們開始只是幫人家裝修房子 還沒有開什麼包租婆的生涯喔 沒關係 努力努力 是這間貓漢臥室 還是擋監監盜我們設計 他說客戶看為了購買裝飾 付出了金錢來給裝飾評分呢 所以不能買太貴就對了 然後每個房間種類有單獨的影響評分的物品單 為了獲得高裝修評分 檢查房間情報視窗 與他裡面的影響某個房間評分的物品單 這麼複雜 好 那他牆壁他偏好灰色或者紅色 我們該拿一個紅色的牆壁好了 這樣怎麼樣 搭配這個 超級紅色的 這邊這樣子 法式啊 法式風格房間 然後再來地板 他想要木紋的或者是地毯 木紋就怎麼樣 是好看嗎 然後我幫我選個單人床 可惜沒有顏色選擇喔 好 我們幫我用這個床好了 放這樣子 然後再來他還要裝飾品 鏡子 綠質 海報 掌 還有健身用品 他好健身啊 天啊 這什麼東西 啞鈴 超小的 不愧是小啞鈴 這個呢 重訓儀 這個呢 跑步機 他在臥室裡面放跑步機 天啊 放外面嗎 也可以耶 你跑步機也放外面耶 可是這不是要臥室要嗎 然後他要勵志海報 勵志海報來鼓勵他運動嗎 這個勇敢吧 勇敢運動吧 不要怕 好 這樣夠夠勵志 他有沒有小的床頭櫃啊 想要給他買一個小床頭櫃了 雖然說並不是要必要 想要幫他買一個 這樣子 這樣如何 有沒有地毯可以用啊 目前我們用的東西好少啊 可能好像他講的吧 只有才解鎖 我有植物 我最愛植物 哦 我們有地毯啊 好 就地毯放這裡 這樣 感覺還不錯 然後再來幫他放他要的獎嘛 獎盃放在床頭這裡 提醒自己 曾經得獎了 超棒的 然後再來還有鏡子 給他來個小鏡子 這樣嗎 小裝飾 我有小蠟燭耶 哇 給他超棒的 只給他來本書 放得下嗎 放不下了 可惜 來個大顆植物如何 放在床邊 還就這種的 還就這種的 這感覺還不錯啊 好 放這個好了在這裡 這樣 要不要來個燈啊 還是他們不需要燈 我感覺啊 牆壁上這邊需要放個海報耶 給他來個這個好了 Work hard play hard 這樣 這樣差不多了吧 好的 這樣 完成了吧 該有也都有了 我平好家具 書本啊 他想有書本早說嘛 書本可以放地上嗎 可以耶 這樣這麼開心 有書像氣息啊 好 這樣可以了吧 我們可以完成了 裝飾63% 所以還不夠裝飾 算是要我們把他預算用完的意思嗎 原來想說該不會是要留點預算吧 不要全部花完 可是看來目前他的講法應該是盡量用完沒關係 那個花瓶如何 再來個時鐘 始終放在跑步機前面 可以看說運動了多久 這個好美啊 小水仙花 來個小桌子 這個層這樣可以用耶 這個還不錯耶 這怎麼了 為什麼有一個驚嘆號 就無法用嗎 被擋住 原來如此 沒關係 就移走 這樣可以用了吧 可以 好像小娃娃平放在門口 然後再來我們的獎盃 放在這裡展示 我們還可以來個立燈耶 差不多了吧 我覺得不太需要放卡東西了 可是我拆哈裝 喔 裝飾100了 好可以了 來囉 怎麼樣 喜歡嗎 喜歡我幫你佈置嗎 我要去看那個書本囉 怎麼樣 喔他喜歡 太好了 可惜不能拉更近了 然後這個時鐘 喜歡嗎 喔他也喜歡 果然啊 運動就是要看時間對吧 然後看那個海報 啊 Be brave 喔他也喜歡 我好想拉近看啊 他要看了 床嗎 他也喜歡 然後看一下他鏡子 嗚~~ 新的物品結束了 超棒的 新的地盤還有雙人床耶 太好了 新的馬桶 所以我就要錢了嗎 有了 我們現在有下千多塊了 太好了 喔 玩家有這個 等級的機制啊 所以等於是我們要賺錢 然後來裝修我們的房子 我們才能夠開始出租這個房子 因為目前我們還沒有錢 裝暖器啊 裝暖消六千塊 所以我們要透過解不同任務 來賺錢 來安裝暖器 原來如此 知道了 我覺得蠻好玩的 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是個蠻輕鬆蠻休閒的遊戲 我覺得玩起來蠻放鬆的 那不知道大家 想看我繼續玩後續嗎 如果想的話可以跟我說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如果想看到更多後續的話 可以按下訂閱 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紅支 感謝收看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